第34道1条 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其处分,变更及设定地上权、农育权、不动产益权或点权,应以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一行之。 但其应有部分合计于三分之二者,其人数不予计算。 共有人依前项规定未处分,变更或设定负担时,应事先以书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书面通知者,应公告之。 第一项共有人,对于他共有人应得知对价或补偿,负连贷清偿责任。 于为权利变更登记时,并应提出他共有人以为受领或为其提存之证明。 其因而取得不动产物权者,应待他共有人申请登记。 共有人出卖其应有部分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价格共同或单独优先成购。 前四项规定,于共同共有准用之。 依法的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共有人不能自行协议分割者,任何共有人的申请该管直辖市、县、市、地震机关。 不服调处者,应于接到调处通知后15日内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借其不起诉者,一元调处结果办理之。 土地法第34条之一执行要点。 中华民国106年12月1日台内地自第1010611307056号令修正全文。 第1点。 依土地法第34条之一,以下简称本法条,规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以下简称建物,为处分,便跟及设定地上权、农育权、不动产益权或点权,应就共有物之全部为之。 第2点。 共有土地或建物之应有部分为共同共有者,该应有部分之处分,便跟及设定地上权、农育权、不动产益权或点权,的依本法条规定办理。 第3点。 本法条第1项锁定处分,以有偿让与卫限,不包括信托行为及共有物分割,锁定变更,以有偿或不影响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为限,锁定设定地上权、农育权、不动产益权或点权,以有偿卫限。 第4点。 共有土地或建物为公司共有者,有本法条之适用。 私有部分共有人就公司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为处分时,如以符合本法条各项规定,其申请所有权便更登记,应与受理。 但共有部分为直辖市或县,是,有时,其管理机关于接或共有人之通之后,以其处分系依据法律之规定,应及报请该管区内民意机关被查。 第5点。 共有土地或建物标示之分割,合并,借止调整及调整地形,有本法条之适用。 2.宗以上所有权人不相同之共有土地或建物,依本法条规定申请合并,应由各宗土地或建物之共有人分别依本法条规定办理。 第6点。 本法条第1项所称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只共有人数及应有部分合计均超过半数,应有部分合计于三分之二,只应有部分于三分之二者,共有人数可以不计。 共有人数及应有部分之计算。 以土地登记不上登记之共有人数及应有部分为准。 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继承人数及继承人应计分计入计算。 前项共有人数及应有部分之计算,于共同共有土地或建物者,只共有人数及其前在应有部分合计均过半数。 但前在应有部分合计于三分之二者,其共有人数不计计算。 各共有人之前在应有部分,依其成立共同关系之法律规定,习惯或法律行为定之,未有规定者,其比率视为不明,推定为均等。 分别共有与共同共有并存之土地或建物,部分共同共有人已得一本法条规定处分其共同共有之应有部分,且另有分别共有之共有人同意处分全部共有物者,于计算本法条第一项共有人数及其应有部分时,该共同共有部分,以同意处分之人数及其前在应有部分并入计算。 解释含另一笔 第七点 本法条第二项锁定事先,书面通知及公告,其方式及内容,依下列规定。 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条规定未处分,便更或设定负担行为之前,应先行通知他共有人。 二,书面通知应是实际情形,以双挂号之通知书或邮局存证性含未知。 三,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应以他共有人住址不明或经通知而无法送达者未宪。 四,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由村里长签证后,公告于土地或建物所在的之村,里办公处,或以登报方式公告之。 五,通知或公告之内容应记名土地或建物标示、处分方式、价经分配、偿付方法及期限,受通知人与通知人之姓名住址及其他事项。 六,他共有人以死亡者,应以其继承人为通知或公告之对象。 七,委托他人代为事先通知,其委托行为无需特别授权。 第八点 依本法条规定处分,变更或设定负担,于申请权力变更登记时,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本法条第一项供有人会同权利人申请权利变更登记时,登记申请书及契约书内,应列明全体供有人及其继承人, 并检附已未通知或公告之文件,于登记申请书适当拦记明依土地法第34条之一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办理。 如有不实,义务人愿负法律责任,登记机关无需审查其通知或公告之内容。 未能会同申请之他共有人,无需于契约书及申请书上签名,亦无需亲自到场合对身份。 如因而取得不动产物权者,本法条第一项供有人应代他供有人申请登记。 二,涉及对价或补偿者,应提出他供有人以领受对价或补偿之证明或以依法提存之证明文件, 并于登记申请书适当拦记明受领之对价或补偿数额如有错误, 由义务人自行负责,以领受对价补偿之他供有人, 除符合土地登记规则第41条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规定之情形者外, 应亲自到场,并依同规则第40条规定程序办理。 对价或补偿之多寡,非登记机关之审查范围。 三,依本法条规定处分全部共有土地或建物,如处分后共有权利以不存在, 而他共有人以死亡有继承人或死亡决死者,部分共有人的直接申办所有权以转登记, 免办继承或遗产管理人登记。 四,依本法条第三项规定提出他共有人应得知对价或补偿以为其继承人受领或为其提存之证明时, 应减负土地登记规则第119条规定之文件。 五,依本法条规定以转,设定点权或条处分割共有物时, 得由同一支共有人申报土地以转限职, 但申报人应缴轻该土地因那支土地增值税及有关税费后, 使得申办土地权利变更登记。 六,他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经限制登记者,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依他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经法院或行政执行分属主托查封、 甲扣押、甲处分、暂时处分、破产登记或因法院裁定而未清算登记者, 登记机关应依土地登记规则第141条规定征询员主托或裁定机关查明有无妨碍禁止处分之登记情形, 无碍执行效果者应与受理登记, 并将原查封、甲扣押、甲处分、暂时处分、破产登记或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事项予以转载, 登记完毕后通知员主托或裁定机关及债权人有碍执行效果者应以书面续名理由及法令依据驳回登记之申请。 2.他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经有关机关依法律主托禁止处分登记者登记机关应下缘主托机关意见后依前目规定办理。 3.他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经预告登记且涉及对价或补偿者, 应提出该共有人已受领及经元预告登记请求全人同意之证明文件及硬件证明, 为该共有人提存者,应提出已于提存书对待及复制标的及其他受取提存物所复制要件栏内记名提存物受取人领取提存物时, 需减复预告登记请求全人之同意书及硬件证明领取之证明文件。 登记机关应尽于突销该预告登记, 于登记完毕后通知预告登记请求全人。 7.申请合并之共有土地地价不一者, 合并后各共有人之权利范围, 应以合并前各共有人所有土地之地价与各宗土地总地价之和之比计算, 并不得影响原设定之他项权利。 第九点。 依本法条第三项规定办理提存之方式如下。 1.提存人因为本法条第一项之共有人, 并得由其中一人或数人办理提存。 2.他共有人之住址为日据时期之番的, 可以该番的所查对之现在住址向法院办理提存。 3.他共有人之住址不详, 经举证客官上人无法查明时, 依下列方式办理。 1.他共有人却上生存者, 部分共有人可以该他共有人为受取权人, 办理提存, 并依提存法第27条准用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 申请公事送达。 2.他共有人已死亡者, 应以其继承人为清偿或办理提存之对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继承人之有无不明者, 则应医民法第1177条选定之遗产管理人或 依民法第1178条第二项选人之遗产管理人为清偿或办理提存之对象。 5.遗产管理人时, 可依民法第326条规定, 以不能确知赎为债权人而难为己付为由, 办理提存。 4.他共有人行踪不明而未受死亡宣告者, 可依民法第10条, 家世事件法第143条第一项, 第二项锁定财产管理人为清偿或办理提存之对象。 4.以他共有人之继承人为提存对象时, 应依提存法第21条规定在提存书领取提存物所付条件栏内 记名提存物受取人领取提存物时, 应依遗产及赠予税法第42条减负遗产税缴证明书, 免税证明书, 同意已转证明书或不计入遗产总额证明书后, 持平法院合发之提存书, 并减负土地登记规则第119条规定之文件。 第10点,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条第一项规定出卖共有土地或建物时, 他共有人得以出卖之同一条件共同或单独优先购买。 第11点, 本法条锁定优先购买权, 依下列规定办理。 1, 他共有人于接到出卖通知后15日内部表示者, 其优先购买权是为放弃。 他共有人以书面为优先购买于否之表示者, 以该表示之通知达到同一处分之共有人时发生效力。 2, 他共有人之优先购买权, 人应受有关法律之限制。 3, 区分所有建物之专有部分为共有者, 部分共有人出卖其专有部分及基地之应有部分时, 该专有部分之他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之适用。 5, 本法条之优先购买权系属债权性值, 出卖人违反此项义务将其应有部分之所有权出售与他人, 并以为土地权力变更登记时, 他共有人认为受有损害者, 得依法向该共有人请求损害赔偿。 6, 本法条之优先购买权与土地法第104条, 第107条或明法务权边施行法第8条之5第三项规定之优先购买权进何时, 应优先适用土地法第104条, 第107条或明法务权边施行法第8条之5第三项规定。 但与明法务权边施行法第8条之5第5项规定之优先购买权进何时, 优先适用本法条之优先购买权。 7, 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经限制登记者, 不影响其优先购买权之行使。 8, 权力人持执行法院或行政执行分属一强制执行法或主管机关依法办理标售或让售所发给之权利以转证书。 向地震机关申办共有人之应有部分以转登记, 无需减负优先购买权仍放弃优先承购权之证明文件。 9, 共有人出卖其应有部分除买受人同位共有人外, 他共有人对共有人出卖应有部分之优先购买权, 均有同一优先权, 他共有人均主张或多人主张优先购买时, 其优先购买之部分应按各主张优先购买人之应有部分比例定之。 10, 土地或建物之全部或应有部分为公同共有, 部分公同共有人一本法条规定出卖该共有物全部或应有部分时, 他公同共有人的就该公同共有物主张优先购买权, 如有数人主张时, 其优先购买权之范围应按各主张优先购买权人之前在应有部分比例计算之。 整理报导公司治理生活法律资讯网 景号均营农业生蝉与服役及管理维护景号土地所有权人尽出之通行权利, 景号都市危险, 及老, 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容积奖励景号申请保护区土地变, 更为太阳绿能设施用地景号金, 营农业生蝉与服役及管理维护景号影音光碟, 发行景号, 太阳能板光电系统, 景号摄影棚景号农艺, 营农业生物科技, 景号农路景号休闲农场。 好朋友大家好, 这个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是大原则的, 大原则就是不要把土地复杂化, 就是尽量单纯化, 所以, 有的人要买的三十四条之一的共有人有优先承卖。 家书,国书,天下书, 心理建设国界最前参, 经理分析, 经理评论专家论档。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AAP亞東新聞台灣一生不動產之性婦聯網 AAP亞東新聞十一自省義勒婦聯網 AAP亞東新聞台灣萬丹十一自省義勒婦聯網 或是每一位跟我們的伊伊做報道,感謝大家 出售業務找亞東專業服務恰鄭小姐電話0958672188 庶民平民全貴貴族生活雜誌十一住行育樂 市農工商農林漁木系列報道 AAP亞東新聞傳媒群製作